第1个精选股份是中国旅业2600 五选选原因是 首先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指标旗旅价格急上上升 创出20年新高 第二是内地再提到要严控新增钢铁、缘解类等相关行业产能规模适时修订 在限期内要淘汰 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费物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名单 旅的供应会持续保持紧张 在市场看法上 高盛近日将12个月后 旅价的预期上调创纪录的每吨4000美元 同时该行调升未来4年平均旅价预期 按可见负存量计计 预期全球铝负存量会急速下滑 并且在今年内枯竭 麦格里亦看好符合绿色经济 新基建相关需求的资源 如铝和电动车材料 不加上铝业 面对电价上涨以及全国产能设有上限 所以他们认定 所以他们的供需表现会在一种金属当中最好 认为今年旅价会在一种资源股当中跑出 相关首选股份是中国旅业 目标价是8.9 策略建议上 中国旅业股价走出一浪高于一浪的升势 并且上星期旅价创新高时加速上扬 前顶4.94不失可以吸纳 上网10月份的顶部6元 失手4.5元就要止蚀了 第二只推价的股份是渣打2888 吴渣打将为今星期四公布业绩 除了被劝商预期 会与汇控一样受惠美国加息外 渣打业务亦会受惠资源价格复苏 加上现价股值极吸引 趁业绩公布前在今星期初收集 似乎有一定的直播率 渣打股价在12月中 即是英伦银行开始作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加息 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 展示更应的贷款政策取态的时候就明显转强 并且以大成交以及列口上升 升穿上个月的高位阻力 反映市场认同渣打会受惠加息的程度不下于汇控 如果参考由去年12月中 即是英伦银行意外地开始加息 以及美国联储局英牌态度转催明显以来 暂时有14间欠商给予渣打最新目标价 平均值大约是64.78元 较渣打上星期收市价高出超过10% 显示现有的利好因素支持下 渣打现价仍有一成的上升空间 看看美股方面的消息了 Affirm和购物平台Shopify以及Amazon等合作 客户只需要在购物车缴付的时候 选择Affirm作为支付选项 之后再选择想分多少期还款 并且看看是否接受附带的利息 购物完成后用户下载Affirm的应用程式 或登入网站就会收收到还款提示 今季Affirm的预期收入会介乎 3.25亿美元至3.35亿美元 对比去年同期的2.31亿美元 暗年涨四成至四成五 就2022财年的收入指引预作为轻微上桥 Affirm的使销率已经跌至二十一倍的水平 不過在加息週期下 相信難以吸引資金長線持有 但投資者可以先放入觀察名單